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晤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自从特哥政府推出了这个 抢人才的优财计划之后 每隔一两个礼拜会出来吹 就说他们怎样为香港带来多少个人才 而且创造了财富 他们的月入 比香港的中位数高很多 五萬十萬一個月 連配偶都說賺很多錢 實情是不是這樣 在小紅書就踢爆 其中一個就說 來到香港一個月就已經後悔了 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拿不到福利 優才不是為香港創造財富 原來來拿福利的 待會回來再詳細說 各位 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是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 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幫你推薦 挺好用的 沒多久 特區政府官員就出來吹 就說 休材計劃幾點 去年1月到今年5月 10萬宗申請 同期大概有18000人來了香港 也做了一個調查 就說 各種入境計劃 人財入境計劃30萬宗申請 然後獲批19萬宗 超過12萬人已經來到香港 高財通就業的情況也非常好 54%在香港成功找到工作 做金融、創新科技等等 工資很高 中委數也5萬 四分一 每月收入10萬 10%每月收入20萬 那些調查就沒有說到 那些找不到工作做的 又或者來了不久就回大陸 那些直接為香港帶來 340億港元的經濟貢獻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2% 只是高財通已經這麼厲害了 加上其他那些人財輸入計劃 那香港就不得點 繞一手 打批腳都不休息 想窮都懶 是不是這樣呢 好了 有一個優才 不是高財 優才 那麼在小紅書那裏就審 他說如果香港一個月 到處都是坑 坑就是陷阱 到處都是陷阱 那什麼陷阱呢 那麼他的說法是怎樣呢 這個是 經常在這個小紅書裏面 去分享入境資訊的 就一位內地的女博主就在小紅書就說 後悔拿香港身份了 那怎麼寫呢 他說 有朋友 今年初通過人才計劃獲批香港身份 帶來香港一個月就向他慎 後悔拿香港身份了 感覺 到時坑就是到處都是陷阱 什麼陷阱呢 他是這樣說的 問他 原來拿到香港的身份證才發現呢 通過人才計劃 來到這個香港的身份證 然後才可以免簽 原來來香港呢 其中就是撐住特區護照 特區護照好像也挺好用的 暫時來說 遲點不知道啦 就是你一國兩制玩完之後 這個高度自治不見了之後 特區護照還會不會有這個優惠的待遇呢 原來拿到香港護照才能夠免簽的 拿到永居才拿香港護照 不是一來到就拿到的 OK 第二 回大陸要拿回鄉證 如果沒有回鄉證 反正孩子就沒有辦法參加華僑生聯考 然後就說 就在港享受不了 置業公租房等福利優惠 原來這些大陸人 我當然不會一觸高打一串人 這些所謂優財的計劃 專財的計劃 高財的計劃來到香港 都是想著 第一拿你本特區護照可以免簽 第二拿沒有回鄉證 還要回大陸要拿回鄉證 否則就參加不了華僑 新考試 原來住不了公屋 原來是這樣 分享大陸的優財計劃 移民計劃的樓主 就是這樣說的 永居和非永居 有香港護照和沒有香港護照 拿回鄉證和不拿回鄉證 這些問題其實一直都困擾著很多人 提醒申請人 人財入境計劃要先了解清楚 很多人事先沒有了解清楚就去申請 結果獲批之後去了香港 就覺得 怎麼跟自己想像中不太一樣呢 是不是這個踩進坑裡 那幾樣東西 很多福利都拿不到的 沒有香港正式的身份證 通過香港人財計劃 拿到香港身份證 就是臨時身份證 要轉領居之後 就是住滿七年 拿香港護照才能夠免簽 因為內地要拿回鄉證 沒有回鄉證的孩子 也沒有辦法參加華僑聯考 DFC聯考也沒有辦法報考內地的大學 再講享受不了 置業公租 即是 置業公租即是 居我公屋那些 房等福利 其實 我在這裡經常說移民問題 我經常都discourage 別人移民的 講移民問題的時候都是這樣說的 你先做一個research 才行嗎 你來英國 之前去加拿大美國之前 天氣有多冷 你也要做一下research 對不對 譬如今天 已經去到6月12日 今天好一點 好一點 在英國 大約6月就已經是夏天了 據了解 不要以為5月的夏天 4月都是冷的 6月是夏天 誰知道6月10度以下的也有很多天 為什麼呢 英國的天氣是 是啊 一去了這個夏令時間之後呢 九點半十點鐘都還沒天黑 但是很冷啊 那麼這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你頂不頂一順呢 你也要做research 這個是最基本的 其他的呢 是不是 你來移民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就業怎樣啊 多久才拿到永居啊 所謂多久才可以入籍啊 永居有什麼條件啊 用不容易找事做啊 這個天理是否適應啊 小時候讀書是不是都很開心啊 很多這些東西啊 是吧 原來這些東西全部都不知道啊 或者你 以為這樣就可以啊 就可以馬上來的了 好笑的地方就是內地有些回應啊 是吧 我們回應就是 這個正常的做法來的啊 就避免大陸 剛來香港的人呢 拿完福利就走啊 是不是 你不要緊的啊 你如果還沒拿到永居呢 大陸的戶口還可以保留的 你可以申請回去內地的啊 他說 本來就不是這樣一回事嘛 那些中介 沒有說清楚給你聽嗎 很多中介的現在 是不是 就讚你一筆啊 這樣 好了 還有人質疑呢 就是說 你看中那裡的教育和醫療啊 你的小朋友去那裡學中文 要學英文啊 要學中文你就不要去那麼遠啊 因為你家門口 都有中文學啦 學英文? 你去香港學英文 那裡都不是用 英語是母語的啊 是吧 中小學是商語教育 成什麼體系呢 至於醫療 既然身體不好的話 就好好在家裡休息 到處都沒有去 這是內地的反應 我聽完之後呢 就覺得 這些所謂優財啊 通財啊 高財啊 這些計劃呢 來香港呢 其實有幾多人 就是 雖然特區政府是這樣吹 就說怎樣為香港創造了幾多的財富 講高財通那些啦 幾百億啦 但是 這一班人來香港 其實是 盯著香港的特區護照 永久居民身份證 公屋和社會福利的 是不是都是很普遍的呢 原來沒有的話呢 就覺得 咦 來香港做什麼 又是啊 沒有來香港做什麼 沒有這些來香港做什麼 貪你香港什麼好啊 是不是 就是貪這些好啊 貪你 是不是 現在呢 這個 這個 勞福局呢 負責這個優財啊 通財計劃啊 高財通財計劃啊 那他就說 孫玉俠 最近留意到 內地社交媒體有鐵文說 特區政府的優財計劃 又如何之後呢 沒有法享有香港的過項福利 他深信有意來說的優財 是著眼於香港的發展機遇和優勢 盡快創意或者尋找工作 以符合 這個續簽的要求 不會考慮能否享有香港福利 咦 真是 那麼這個呢 若有人以享有福利作為來港的目的 並非正確的心態 也有為優財計劃的原意 最終是不會成功擁有香港這個大家庭的 孫玉俠就說 優財計劃是吸引頂尖人才和高技術專才來香港定居 計劃廣受歡迎 已經接近十萬宗了 有一萬八千人來了 而高財通更厲害 反應很理想 為香港創造很多財富 你聽完之後 就發覺 特區政府其實 只是在想一件事 就叫做KPI 其實整件事是甚麼事呢 很簡單 因為 2019年2020年宇宙大法之後再加上23條 這是 林鄭那個年代就不承認香港有移民潮 但後來沒有辦法 一定要面對 因為各行各業包括政府公務員警察 都請不到人 各行各業完全是清忙不接 於是 他就要大肆擴張 輸入人才計劃 去填補離開了香港的 那群精英 青藏的香港人 香港人口下跌 出生率 生育率 極低 很多青藏年的人口特別跌得多 而且有些小朋友的 人口也跌得很厲害 很明顯這群人 是 街日仔 沒有鞋玩劇 走 去了移民 很清楚的 於是令到整個香港出現甚麼問題呢 幼稚園要執行 小學要縮班 尤其是小學升中學 或者中學 去到中六的班級越來越少 而移民出去 這群年輕人 這群青藏的人 這群都是人才 都是香港的就業人口 不夠 他唯一的方法 在大陸輸贏 扩大這個計劃 雖然他不合命 吹那個數字 但實質上 是否真的可以接到 這群離開香港 愚養民的香港人的手 這種青藏不接的情況 是否可以解決呢 現在還在信 原因很簡單 同樣是所謂專業人士 你來到香港 現在大部分都是金融的 香港是黑迷 你做金融 樓又跌 股又跌 其他那些 專業那些 醫生 護士 工程師 會計 接不接到 你有你的資格 是否可以立即做到 第一 那個牌子是否接得到 例如來到英國 有很多牌子是接不到的 你要考試 雖然不是由頭再考過 部份試要考的 是否做得到 如果這群人已經離開香港 那個空缺 你是不是可以馬上上到 馬上上到 是否就等於 運作很詳順 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專業都在叫狗命 醫生也是這樣 醫生叫得最重要 於是不在大陸書 進入醫生 各位 你去光臨醫院看醫生的時候 你遇到大陸醫生會怎樣 你告訴我 情況如何 這些我覺得全部都是香港面對的問題 但是 有很多人 大陸人 來香港 真是維持香港福利 公屋 特區護照 名九居民身份證 拿到 就跟你拜拜 香港只是一個跳板 吸納大陸的人才 他不是想在香港安身立命 很簡單 原因 就是 香港越來越 變得跟大陸一模一樣 他為什麼要來香港 好像網友回應 你找個小朋友來香港學什麼 學中文 你家門口學都學到 比香港的中文好 肯定 學英文 香港英文 一直跌 第一第二 香港不是 英語 唯母語的地區 你去香港為什麼要學中文 學英文 學來做什麼 當然是出去 去英國 美國 加拿大 香港還有一個條板 因為你出去 沒那麼容易 在大陸申請 就是這個移民 因為現在 移民還是某些西方國家 是兩條隊 大陸人一條隊 香港人一條隊 於是他們真的 很長遠打算 來到香港 拿到一個永久居民身份證 拿到一個特區護照 於是他們慢慢申請 作為一個條板 他不會想著 香港作為一個永居地 原因是很簡單 因為香港跟大陸 越來越一越一樣 我為什麼要來 如果他真的有人才 他可以走 在大陸的人都走 去美國 加拿大英國 為什麼要來香港 何況 你來了香港 拿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但是他回照 他不走 如果不是在大陸 你沒有這樣的本事 不夠本事 馬上走 去西方世界 他次要的選擇 就是來香港 來香港 都是 轉換去西方世界 每次一等的人才來 高人一等的人 每個人都走去西方 高人一等的人 就是有財力 他可能考到學位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找中介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中國政府千萬不要一廂情願 香港人更加不會一廂情願 你真的可以 換了血嗎 今天不行 可能十年後 就有機會換完 所以香港的 其他專業 情況越來越差 大家都會覺得心中有數 不要說其他護士醫生 是越來越差的 所以他 一邊說過數量 說過 Quality Quality 如何 質量 質數 如何 他又 絕口不談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笑 說了KPI 就以為可以 但是 是不是真的為香港找到高財通 340億港元的直接經濟貢獻 水分多得不得了 最好告訴我 你埋單計算的時候 這條數是怎麼做出來的 好了 這次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和心思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收聽 再見 我們堅持 我們堅持 請堅持 請堅持 別 多謝 這 請堅持 請堅持 足 尤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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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